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那么我常常用说是你可能经营一个企业 叫your company 那么你一定会去购元料进来 那就是同位的supply进来 供應商進來 那當然你會交給所謂的customer 你的下游客戶 這個下游客戶不見得是你我的客戶 不是你我 他還是個製造商 他還是個製造商 這個製造商出來 然後當然這個供應商進來後會庫存 然後經過你的生產機制 這等一下會談 然後出去會有一個 那這個叫做roll material 你的roll material的inventory 以三角弧化代表inventory 那麼這個叫finish good 好這上一次也大概也跟各位提過 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當然在整個裡頭 有所謂的各位的所謂的process 那就是各位在另外一門課裡頭 我們供應系會教你們所謂的製造程序 那製造程序來講 其實範圍相當廣 不是只是各位現在所學的機械加工的 因為你們現在所學的都 絕大部分只focus在機械加工的程序 可是每一個產業它的process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待會很簡單的看一下 不同的這個產業 當然有不同的process 所以整個的生產系統基本上是一個input output process的加工轉換 就是剛剛圖上所畫的 從原料採購入庫經過現場製造組裝檢測 這裡頭有幾個字眼各位可以慢慢去把它熟悉起來 因為整個的現場的作業不過是製造組裝檢測這幾個作業而已 到成品出貨等一連貫的作業所構成的 所以在很多學者是把這樣子的一個把它解釋成生產系統來講 從三個方面來做定義 一種定義來講是叫做所謂的transformational aspect 從所謂的轉換面來看 那這轉換面來看很簡單 就是所謂的原料的投入 經過所謂物理性質和化理性質的技術的轉換 變成所謂的最終產品 那這個技術的轉換我在這邊這個地方 我當然我就不談了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各位的工學院裡頭一大堆在學的 不管是物理 化學 乃至於材料 機械 全部都是在教這些非常技術性的東西 那這些技術將來就是要把它放到產業界裡頭 作為這一個所謂的轉換的技術 再來結構面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必須要由一群硬體或軟體來做這個結合 那這個硬體不是只有設備而已 你還有人 那人 機 物料 那這些物料還包含了 不管是其他的配件像刀具 夾子具 物料搬運系統 這些組合起來變成的一個生產系統 那放在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也許就叫做一個工廠 那這個工廠來講你必須去找得出來 然後來講它還有很多其他水 電 什麼其他的資源的配合 才能夠完成一個生產系統 那這個東西我們稱為叫結構面來看待 那最後來講的話 我們從程序面來看的話 那也就是說整個的流程就好 這個流程來講的話 包含如何做事前的規劃 然後事後的檢討管制 那就是我們這本課裡頭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所謂planning跟control來執行 我們下面來看一下就是說 以舉例 以實際例子來看 很簡單來看一下汽車的一個生產系統 當然汽車是一個蠻複雜的 它的零組件拆開來講的話 是上千上萬種的這個組件 那大概整個汽車生產 待會各位看一下影片 可以大概可以分成四大部分來構成 一個叫做龍組 welding 就是焊接了 龍組就是做車身焊接 那各位當然想想看就會知道 車身完成的話 它必須 車身必須要板金 板金的話必須要去沖壓 那各位想想看車身車體的話 板金必須要有一個process 就是有一個製造程序 就是車身沖壓 沖壓進來之後 再開始去把它焊接 從傳統的焊接到現在來講 用機器人自動化的焊接 那因為焊接這個工作是非常 有它的危險性對人類來講 所以來講的話 當然很多這個工程師就會去設計 就是說想辦法能不能自動化 那特別現在來講 大家有沒有看到都會是一種 所謂的機器人操作的一個自動化廠 那就可以裝完了一個車殼 殼主體把它裝完了之後 接下來各位馬上就會想到 裡面車子來講都有顏色啊 這顏色的話我們叫做塗裝painting 那塗裝的話來講的話不是只有一種顏色啊 還有好多種顏色各位想想看 不要塗裝各位可能都沒有學過材料學 化學 那這些東西塗裝的話不是那麼單純 就像各位家裡那個牆壁來講的話 你可能要塗那個牆壁來講不是只塗一層啊 要兩層啊三層啊 那一樣車身來講的話 要到各位現在那麼高級的車身漂亮的話 那已經不是只塗了幾層上去了 那一層又一層 那每一層的塗裝來講的話 它換顏色的時候來講的話 前一個顏色都要洗乾淨 否則的話下一個顏色一進來 又跟上一個顏色混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車身的話就有污點了 那誰會要有污點的這個車身 好這些東西叫做塗裝 塗裝完了以後的話 才會做所謂的最後的組裝 包含你的所謂我們剛剛講的輪胎啊 方向盤啊座椅啊 就是從所謂零件供應商進來 所以像比如說我們的裕容汽車啊 重化汽車啊 其實它基本上會有很多供應商 這些供應商就是它的協力廠商 這些協力廠商提供剛剛講的 輪胎方向盤 座椅 內裝 車燈等等的其他 那當然組裝裡頭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要把引擎 那引擎又是另外一條生產線了 引擎把它放進來組合起來 那最後來講檢驗 檢驗出去 這個是茶葉的話 這是上一次 繼續上一次 那這個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茶罐的生產 那茶罐生產來講的話 當然各位也可以從網路上去查 查出來你看影片的時候 當然會知道 就是說比如說 假設是做瓶蓋 那當然從塑膩進來以後 它經過射出成型 射出成型以後變成這個瓶子的蓋 然後這個瓶蓋進來之後的話 當然要去 經過消毒洗激到主生產線 這中間是主要的組裝線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就膠模 膠模的話有分成所謂印刷 分條合掌 那這個程序 這個就是所謂的 各位要了解的 叫做製造流程 或者叫做製造工藝 我們這邊叫製造流程 中國大陸這邊叫製造工藝 那包裝出貨 然後當然出貨進來之後 變成是套標 所以各位看得出來 這個都是它的另外的供應商供應進來 那茶葉本身來講 當然要經過這個 這個所謂調配過濾等等作業 然後進來在這個地方 所以自動填充 所以各位看得到 在影片上 右上角這邊 會看得到它的整個的生產程序 其實在做填充 封蓋 打燕 打檢 然後這個套標 最後它要裝箱 所以各位看到的是一個全自動化的 看起來是全自動化的 其實它這個東西就是 它的整個生產流程 那這個東西就是各位現在 看得到的一個叫做散熱器 散熱器 那各位現在這個是實體物 給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只是半成片而已 可是各位不會去買這個東西 因為這是電腦上面用的 那各位都知道 我的你的右手邊這個東西 是什麼散熱器 你看這麼大 這是CPU的散熱器 你們不要想想看CPU CPU會很熱喔 那必須散熱喔 你沒有散熱器的話 那CPU就完蛋了 那當然這個東西的散熱理論 那已經不是我們工業工程在學了 這種東西來講的散熱理論 熱流學 就是機械系在學了 這個東西是一樣 這個東西是散熱器 它做了扁扁的 一看就知道是哪裡的散熱器 就是就是 這是desktop PC 這是什麼 筆記電腦 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散熱器 那你CPU就黏在上面 就會散熱器 那它會散熱 好那這些技術 本身的技術本身 這個技術來講 當然 學機械 這物理的人 他們會去研發 他們會把它的理論 放進來 來研發 那我們就變成了 工業工程或生產 就會把它變成一個流程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做的過程之中 是必須要大量生產的 我們不是在做單一 實驗室的單一產品 然後實驗室裡的單一產品的話 就沒有所謂的生產系統的行為 但是各位都知道 一旦到商品化的過程之中的話 我們必須要把實驗室裡頭的產品的流程 變成一個可生產的大量流程 那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降低成本 才有辦法商品化 這個整個的過程 是一個蠻艱辛的擴展 並不是各位想像之中的 好像實驗室做出來的東西 就可以上市 往往實驗室做出來的東西 到上市 其實來講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很長的距離 好 那這個流程當然是必須要設計 被設計的 被設計的 然後 那設計的時候來講 現在看出來 各位看到這些東西 都是技術名稱的流程 沒有關係 各位不是很熟悉 那麼你們可以上YouTube 蠻不錯的 現在來講這些資源 都比10年前到20年前豐富太多了 那麼各位可以去打進去 台灣製造大解密 就是Discovery Channel 介紹台灣很多製造業 很多製造業的製造生產流程 活力清台灣也是一樣 各位可以打進去 就可以一系列的這個報導 那因為這個接觸不完 這裡頭所有的技術 各位不見得什麼都懂 什麼都會 不太可能 但是你至少知道有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懂了之後 我們在幹嘛 就是接下來的重點 課本上我們就開始跟你介紹 我們可以將前述的這些複雜生產系統 把它簡化兩個來看 那一個東西當然是看生產現場的設施 設施這是實體的設備 實體的設備去完成那個流程 那個流程要做什麼 那個流程是個技術 可是流程技術來講的話 我們的機械學西械學化工 學材料的人 他們會來告訴我們 那我們要把這個流程去找組合的設備出來 那設備必須要去買來 或者去證據設備也要被設計 不過還好現在來講的話 這些設備太多的設備 市面上其實都有得賣 只是說你怎麼去找 找來以後來講的話 把組合成所謂的現場 製造現場 但是這樣子還不準 很多人蓋了一個廠以後的話 這樣子不行 你還要有一個所謂的製造資源系統 因為製造資源系統就是背後的那隻黑手 所以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的生產系統就可以分成 在生產設施上面 我們大概可以大分類成所謂的 processing assembly material handling inspection 各位剛剛看了 當然有些產業來講的話 有些產業它只有加工 就是processing 也並沒有assembly 或者有些公司的話 只有assembly 它並沒有processing 但是有些東西都會混合 甚至於這個加工還會再細分 不同的加工作業 還會再更大的細分下去 但是它是在有限的空間 就是工廠來講 當然多大的空間去把它 那這個空間就牽涉到各位 下一門課會去叫設施規劃 那設施規劃 你就必須要去規劃在有限的空間之內 把這些機台設備跟人員怎麼擺進去 那使得它的動線更有效能 那這些東西都是各位 將來還會再學了 再來製造資源系統的話 那就是那隻無形的手 那監管著現場人 機 料 在什麼時候 很重要就是說 在什麼時候 什麼時間 用什麼方式 生產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那基本上可以分成這四大功能 其中有紅色的這兩個功能 就是我們這門課的重點 planning and control 另外這兩個功能的話 不在我們這門課的範圍 那麼以起義來講就是很簡單 產品的研發設計 那這個設計部門 R&D這個部門來講的話 那就牽涉到了很多的這個技術 那剛剛看到的這個散熱器的話 那這種公司來講 它的散熱器部門的研發部門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單位了 那這個部門裡頭來講的話 R&D的人來講 就要懂得熱力學 流體力學 材料力學 就是那這些東西來講 當然就是很多可以就業的 很多人可以就業的這個地方 那其他所謂企業功能來講的話 除了所謂R&D以外 其他企業功能包含 比如說human resources 人力資源 還有所謂的業務部門 marketing 行銷部門 財務部門 那這些東西都是其他的 這個business functions 那我們這門課當然是重視在 planning control 待會再來介紹 好 我們把這些東西統合起來 建立一個model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成為一個生產系統的一個model 那這個model的話大概分成 就剛剛講了兩個組成 那麼從左到右來講的話 原物料進來 經過工廠的實體活動 那這個活動包含 processing assembly inspection material handling來講做成製成品 那當然這現場就有一大堆設備 那有一定的流程程序 製造流程製造工藝去完成它 可是在它完成過程之中的話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所謂的製造資源系統 這適當製造資源系統來講 來協助 來協助它 我們剛剛大概介紹過了這四個功能 好 那這個時候來講 當我有訂單一進來 好 當然這個單子是很重要的 好 因為這個東西做了半天就是為了接單 當然各位可能會暫時還不需要去思考 好 當然以後就要思考 那單子從什麼地方來 怎麼去接單 因為沒有單子 這個工廠就是死了 那所有的人就沒飯吃 那單子當然越多的話 當然是越好 可是越多的話你吃得下嗎 你的材料 你的生產設備 你的整個工廠的這個人員 是不是能夠去接那麼多的單呢 當然接完單之後 我們就開始做要做所謂計畫 我們要做計畫 什麼時候做什麼東西 那包含我們的機器設備夠不夠 那我們的這個人力資源 假設要人力組裝的話 那我們的人 這些人來講的話是不是足夠 不夠的話 是不是趕快要請這個人力資源部門 趕快去招募 那我們的材料到底夠不夠 那我們的半成品夠不夠 那這些東西都是在做計畫 那這些計畫就是我們這門課後面 要教你的一些的這個生產計畫的 所謂的技巧技術的一個方法 然後再來當然做完之後 我們就必須要管制 我們就必須要去看看這個 有沒有按照計畫做 沒按照計畫做到為什麼 那出錯在哪裡 我們在做提出改善的方案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Plan完就要Do 就要Check Check完之後 就要Action Action就是做一種Control的Action 然後來Control什麼 原物料進來 就是進來 從工廠進來出出去 到所謂的製程品 好 那這個這個就是很簡單 一個生產系統概念模型 那請你大概以這個圖記起來 然後你去看影片 或者是到參觀工廠的時候 多去看一下 人家到底是怎麼樣 在做計畫管制的 人家到底是現場 是怎麼樣在佈置的 怎麼樣在Layout 你慢慢慢慢去學 去了解 去了解 好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是剛剛談到的所謂的 Production System很簡單 分成兩大組成 可是這樣子還不夠 那接著技術演進 我們的技術一直在變化 特別是電腦 特別是各位的這個 這個 那麼電腦的眼鏡來講的話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這裡頭就有開始 potential 就可能的 電腦化的應用 電腦一進來之後 它影響到了整個 整個的 整個系統就對了 然後再來 現場不只是電腦 現場我們就不叫做是電腦應用 我們叫做自動化 所以有可能自動化設備會進來 自動化設備會進來 自動化設備會進來 然後怎麼樣去影響到 因為設備來講會更新 就像各位現在來講 家裡來講以前用的是 很簡單的 286PC 386PC 那現在可能 根本各位已經不太會用那種 舊的電腦了 一定一直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設備也是一樣 會越來越快 新的東西就出現 然後這個東西當然就開始就是說 自動化設備跟電腦之間 又要開始做整合在一起 電腦來控制 所謂的自動化設備 那就如同到現在 所謂的機器人 都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這些概念當然就是 從機械 動力機械這些東西 研發出來之後 怎麼樣再放到工廠上面來 那我們稱整個這樣子的整合 就是從manufacturing system到factory 到equipment把它整合起來 我們稱為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在20年以前 就提出這樣子的一個所謂名詞 所以這個領域就開拓 在過去二三十年之間 就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 在當時 記得我在我念書的時候 就是等於30年前 那等於那時候最熱門的就是說 怎麼樣把電腦跟自動化結合 應用到工廠上面 那稱為電腦整合製造一個新的領域 當然今天這些東西來講 就已經是很成熟了 那可是在這五年之中 或者這七八年 跑出來所謂的手機APP平板 然後這些東西又要開始進來 已經早就進來了 那怎麼樣去應用 又是各位的下一個階段 或者現階段來講 很重大的一個使命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也是在呼籲 我們工業工人系的同學 雖然我們的課裡頭 教你的電腦不多 但是我希望各位同學 你們在IT技術來講 能學多少就算多少 不要只是連一個 程式語言都還不會 不只是程式語言 至少資料結構 我都一直呼籲同學們 盡量的去把它學會 好 那所以 剛剛講的就是自動化跟電腦化 引進來之後 那當然電腦化來講的話 就產生了蠻多的新的軟體 不管是CAD軟體 PDM軟體 MES軟體 這都是指的是軟體 然後還有一個叫這個ERP軟體 那這些軟體來講就是現在坊間 那這些軟體就是來幫助所謂的製造資源 製造資源系統 那接著來講 再進一步 不只是這樣子 再更深一步 在這幾十年的發展來講的話 那製造現場 就是所謂的製造現場來講的話 就變成了一個自動化 所謂這個時候 不只是自動化 剛剛提到自動化 它牽涉到兩大技術的影響 有一大技術叫做Automation 除了剛剛講 Automation跟Control Tagonology 另外一道技術 很多人會忽略掉 以為只有設備 才做Automation控制 不是忘掉了 製造現場的搬運 是一個蠻重要的 待會各位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半導體廠的搬運 這個搬運來講 我們叫做Automatic Material Handling System 這個圖來看的話 就是半導體廠的天車 因為所有的半導體的生產 這個POOP來講 都不是很輕 還蠻重的 那麼講到三公斤來講 就跟Notebook一樣 你還搬得動 可是到八寸晶圓廠的話 已經到十公斤左右的話 那你已經很難搬運了 那麼很難搬運的話 就當然就必須要靠自動化來搬 可是它又很精密 不能夠隨便亂搬 因為它破壞的話 一片的話就是幾百萬 幾百萬的錢就不見掉了 好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開發出來 那機械就會學機械電機人 當然就會開發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創新技術來做自動化 然後來組合成所謂的製造系統 那最後來講的話 當然品質很重要 所以自動化的品質檢驗檢測的系統 也已經出現 那這個部分來講 我就不在我這個課範圍了 各位另外還在學品質管制 那還有很多品質管理 一大堆就是 那是另外一支 另外一支 來教各位 所謂Quality的這個Control的這個問題 好 所以簡單 綜合起來來講的話 我們將現代的自動化控制技術 跟自動化搬運的技術配合 然後來讓這個製造現場 能夠更流暢更順暢更有效率 或從事特別是人類難以執行的生產作業 因為有很多的作業是人類做不到 尤其是IC的製造 IC的組裝 那個精密度的話 並不是你的肉圓 人的肉圓 人的行為能夠做的 都必須要靠機器自動化來完成的 那當然這些東西都是蠻重要 所以學工業工程系的同學來講的話 很簡單 你也許不需要知道汽車怎麼做出來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汽車是如何開 甚至如何造福人類 也很簡單 你也許不需要知道咖啡怎麼做出來 但是你會去欣賞咖啡 同樣的道理 我們到了工廠上面來講也一樣 你也許不知道這些自動化設備 技術的來源的原理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它如何能夠創造生產的價值 乃至於能夠加值變成人類藥的東西 因為人類藥的東西來講並不是在實驗室裡的東西 人類藥的東西來講的話 是要經過很多人性化的考量加值上去的 才會使人類藥 那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坦白講在實驗室做的時候 他們只著重技術 比較不太會去著重這些後續的加值的這些問題 那下面這個就是一個圖 這個就是半導體廠 各位看來找這是半導體廠的類藥的 那是這個就是 看起來就是這個類藥就是所謂的車子的軌道 這個就是天車 這是車子 這是車子 各位不要看這個設備了 這邊那一樣 Stalker Tools 這些機台都很貴了 搬運車 然後設備 輪 都在這個大的現場上面 那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這個製造現場的投資 特別是半導體廠 都是以百億為單位以上起跳 所以換句話講 這種半導體廠不會很多 不會很多 那台灣當然台積電 聯電都是大廠 那中國大陸當然就是中芯國際 那當然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當然美國的話 就不用講了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就是剛剛講 自動化的控制技術的話 就是比如說電腦數值控制的技術 可程式控制器的技術 機器人的技術 再加上所謂的自動化的物料搬運的技術 比如說搬運車 剛剛各位看到搬運車 還有自動倉儲 這就是自動 這個圖顯示的是一個自動倉儲 當然現在的話 最近來講的話 最近這幾年 又把這個自動化的機器 炒熱起來了 所以在很多工廠 大量的引用這個機器人 到工廠上面去做這個生產 而且現在也有很多廠商 一直在尋找同學們 就是說會不會用自動化機器人 或者是倉儲 或者是設備 把組合成生產線的一種 規劃的能力的這個同學 那當然各位現在才大二而已 那當然要學的東西 其實還是蠻多了 那這個是一個彈性製造系統 彈性製造系統基本上來講 是在機械加工業為主的 那主要是用電腦來 控制這個CNC機器 各位在工廠實習的時候 不曉得工廠上面 有沒有去控過所謂數字控制器 電腦數字控制器 那電腦數字控制器的話 就是寫程式進去來講的話 它依照這個程式碼 去幫你去做加工作業 好 那這裡頭 大概一台一台的數字控制器 那透過無人搬運車 無人搬運車去搬運 把它送到機器上面去做生產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種 所謂的早期 當然現在還蠻多了 不僅僅是早期 現在還蠻多的這種 機械業的這個彈性製造系統 好 那接下來來講 你懂了那麼多 剛剛講懂了一個生產系統 生產系統組成來講的話 有所謂的現場的實體設備 還有一個資源系統 然後接下來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學工業工程 我們的生產系統 不能說像這個 學機械 學材料 學化工 他們當然很著重這個技術的開發 工業工程很重視的就是說 那你生產的目標追尋的是什麼 這個東西當然很簡單 回過來講就好像很多同學講問你說 那你念大學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也可以去想 那你畢業之後你追求的目標是什麼 好 那這裡你慢慢去想 回答來講的話 我回答答就是說 生產系統的目標 各位想一下 生產系統會追求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想過生產系統 當你蓋了一家工廠 當然最重要是賺錢 沒有錯 可是在賺錢的前提之下 你必須達成幾個重要指標 這個工廠 假如說這個工廠 沒有達成那幾個指標的話 你那個錢是賺不到的 你那個錢是賺不到的 好 所以任何系統都有去追尋的目標 或者提供所謂的價值的創造 將來各位又會蠻多的地方 一直在跟你講 所謂的value creation 價值創造 我們一家工廠來講的話 不是生產東西而已 它實際上是一個價值創造者 那當然你要有一個目標 那這個目標來看的話 很簡單來講的話 生產系統來講的話 下節客戶都是製造商 不完全是消費者 請記得他不完全是消費者 所以製造商的客戶 與一般的消費的價值是不一樣 那這邊我們所談的所謂的 目標是指的是製造商 不是你我 因為他下節客戶還是製造商 所以面對著下節製造商客戶的話 他所追究的目標 不愛物各位把它記起來 就是QCDS 以後我們會一直在談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Q當然指的是品質 C cost D是交期 交期的話 on-time delivery 這個交期是蠻重要 對各位來講 現在的交期你們沒有感覺 可是在食物的時候 假設客戶下單 要求你在一週之內 做多少東西出來 當然大部分背後都會有合約 假設你沒做到的話 都是要被罰款的 甚至於你的商譽都會損失了 所以在交期的控制 跟交量上的控制 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們這門課很大的成分 全部都在交這個元素 這個元素就是如何做計畫 使得你的交期跟交量 能夠符合客戶的需求 最後來講 Safety 安全 安全就跟各位人音工程所學的 有關係了 所以總合起來講 QCDS背後來講 涵蓋了各位工業工程的 好幾門課程 Q當然包含你的品質課程 C我們的課程比較少一點 從各位的工業會計 到另外選Q的成本分析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工業工程 同學們最弱的一環 我覺得我們的工業同學來講 在成本跟錢的概念上面來講 是比其他管院的同學是弱了一點 但這部分是需要各位有待加強 在錢跟成本上面的概念 至於交期的話 就這門課在教了 安全就是各位的這個 就是人音工程 從另一個角度如何處生產力提高 然後達成所謂的Efficiency 跟 probability 那當然更不用講了 這個是效率跟效能 或者是生產力 也是整個生產系統追求的目標 好 那今天我想這一講 就講到這個地方